下面要教的內容叫做力的平衡 我們國中所教的平衡主要是講的是盡力平衡 國三會特別跟你教盡力平衡 盡力平衡的意思就是說我原來是盡止的 受力之後仍然保持盡止 這樣叫盡力平衡 他雖然不會移動也不會轉動 不移動也不轉動 那麼這樣一個平衡有條件 什麼條件 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要做在一條直線上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剛才不是告訴你嗎 方向相反怎麼求合力 相減對不對 相等一減就0嘛 合力就是0了 所以如果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合力就是0 那幹嘛要講做用在一條直線上 因為如果在一些情況 沒有作用在直線上 他可能會轉動 我們在三年級的時候講這件事情 會轉動 這個不叫做我們稱為的盡力平衡 就是受力之後仍然保持盡止 不移動也不轉動 所以我們條件要是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用在一條直線上 這是一個簡單 但是重要 我們很喜歡問的問題 這有三個力 三個力成平衡的時候 有一個說法 條件就是 任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力成平衡 這裡有一個力 這有一個力 這兩個力可以求一個合力 這個合力會跟這個力平衡 什麼意思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三力成平衡的時候 任何兩個力的合力 任何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個力會平衡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角度如果比較小的 對面這個力量會比較大 這個角度比較大的 對面這個力量會比較小 這很正常啊 剛才講過嘛 夾角越小合力怎樣 越大 夾角越大合力就會越小 這也是有人會問的問題 這也是有人會問的問題 所以這叫做三力成平衡 所以現在有三個力成平衡 這個是九十度 這個比九十度大 這比九十度大 所以這兩個力都比較小 這個最小的力 這個力量最大 對不對 然後呢 當然你可以改變力 就會不一樣 改變力就會不一樣 你把這個角度改變 也會不一樣 這角度變大了 對面力量就怎樣 變小 角度如果變小了 對面力量就會怎樣 變大 所以角度越小 對面力量就怎樣 越大 角度越大 對面力量就會越小 這叫三力全平衡 然後任何兩個力 像這個力量我大概是 大概一到三 這個力量大概一到四 三二四力大概就是五 對不對 三四五嘛 OK沒有錯 叫做任何兩個力的 任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力會怎樣 平衡 大小相同 方向 相反 就是所謂的力的平衡 請你一定要跟我備好 兩力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這個是你一定要把它備好的 然後這裡剛剛講過 三力平衡的說法 這個重點也希望你能夠記住 OK OK